弟兄姐妹 祝日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讲到彼得和哥尼六的事情特别有关 彼得从神得到异象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 各位 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做了伟大的事情 结果带来了有一个历史性的改变 我们很容易把关注只有放在所做的事 各位要知道 当一个人做伟大的事情之前 是先由伟大的感动赐给了他 如果人没有这个想象 说我要像飞鸟这样飞起来 他怎么有这个能力 坚持力之后去造出一个飞机 如果一个人他先得着了 我要在同时间 在我的空间里面把全世界连接起来 这个先得着之后 他之后才会发明整个互联网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们先明白 如果我们人没有先得着感动 那根本做不出那个伟大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能走出自己的框框 反而会继续留在自己狭窄的眼光想法 就是留在那个现况当中 那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寻求突破 走出框框 都是先有这个灵感 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伟大的福音 拯救万民的福音 能够传到地极的事 怎么是凭着人的聪明和能力 做得到的事呢 那个必定是伟大的上帝 他自己设计了救恩 成全救恩 施行救恩 然后将这个感动 放在他仆人的心中 然后叫他们去 你们去到那个的地区 去到那个的群族 去到那个的国家 完成神叫你们完成的事 拯救神 叫你们拯救的人 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 一定要晓得 整个福音工作的 开始一直到末了 都是神自己带动的 人反而是很多时候很迟钝 看不明白 所以主要升天的时候 门徒们问他的话就是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主怎么回答 主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哪里 从你们所在的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区做我的见证 所以即便讲了这么清楚 门徒的心是还不明白的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听了到 我们读了神的话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一走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面对我们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马上把神所讲的话 我们就忘记了 所以门徒也是一样的 即便主耶稣亲口 他们看得见他的肉身 他亲口跟他们讲 他们很快忘记了 但是很奇妙的 他们就这样的 在一起的时候 圣灵就感动 五旬节来到的时候 圣灵临到他们 彼得被感动起来讲道 整个新约教会就诞生了 然后慢慢的我们看到 在整个耶路撒冷这样复兴的时候 人数增多 甚至连祭司都开始信了主 人是很快就会 只有留在那个福星里面 然后我们就看到 司提反的殉道就发生了 然后福音就 从这个地方开始 走出耶路撒冷 门徒分散到犹太 到撒玛利亚这些地区传福音 像撒玛利亚 犹太这样的地方 越来越多人听到福音 这样的人多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八章 神又感动使徒彼得 让他到那个地方服侍 然后很快的 现在我们走到十章的时候 彼得又看到 有关外邦人 要得救的一些相关意向 也就是今天要读的 各位女友就发现了 神一直在感动他的仆人 整个使徒行传里面 有一个看不见的主动者 他是看得见的人在做 他是看不见的一个主动者 在推动他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了 然后我们读完 有关彼得的 这几章的记载之后 我们很快就会到 十三章会看到 保罗被拆派 到外邦世界传福音 经过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宣教旅行 如果你们有注意保罗所说的话 其实主一直在把感动 放在他的心中 到了第三次旅行之后 保罗心中就产生一个感动 圣经就说 保罗定义要往耶路撒冷 甚至他就想说 可以的话 主若许可去罗马 那个地方看看 所以到罗马的那个意念 就已经赐给他了 所以在他一直服侍主当儿 这个感动是越来越明确的 所以这一切是谁在做 那都是圣灵在做 圣灵将感动放在他仆人心中 那个感动 那个意象是越来越清楚的 不是消灭掉的 是一直会进展的 那个不是一股的冲动 激情 然后就要做 然后情况一改变 马上没有感动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跟各位做见证说 牧师从去年七月开始 当我们的整个疫情的情况 好转 开始开放的时候 我们整个非常猛烈的宣教施工就开始 那这一年来 七月到七月 这一年里面我们看得见 我们有两间教会被建立起来 我们有五位的弟兄 起来带领教会的祭坛 那有时 这个意象刚临到 一个人的时候 这是很像很主观 这是不是他的意思呢 但是这成就万事的主呢 他会证实 他放在他仆人心中的意象 所以我们都要做见证 所以有时候呢 我也可能 有一些神给我们一些意象的时候 有新的一个方向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还没有预备好 但是主的时间是已经到了 那我们一时之间不能改观 不能胜任 但是主要做的是 你们要相信 主会更加的坚持 主也会坚持到底 所以会用很多的名证 很多的呼声来呼吁我们 那这是我们要听见的 我们不然的话 就一直留在一种 自我认为的固执里面 那有时呢 主要带领我们走 有一个新的路的时候 那当我们讲新的路 各位注意 我要解释 新的路并不是新的福音 福音永远是古旧的 古旧的十字架福音 但是当我们说新 这没错 神是做新事的 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嘛 今年跟去年不一样嘛 所以有新的时间表 新的展望 新的施工 你说新的服事领域 那这个神要做新事的时候 常常会阻挡 神所要做的这个事情 是我们 我们 我们常常因为有一些 固有的思想 固有的传统 固有的方法 或者我们人说 我们常常有一些 先入为主的想法 所以教会就 一直留在 一尘不变的光景 留在一个地方 直到有一些 显著的后果出现了 我们才发现 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听到主的声音 对不对 有时候教会没有为着 比如说没有为着 培养新的一代人祷告 没有看到要真的 好好的为新一代人 兴起新一代人 培养他们 装备他们的这个意向 那就一直满足于现状 对不对 年轻人一出世界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教会 看到留不住年轻人 年轻人就流失了 然后教会就老化 所以现在教会 就一直用很多的活动方法 然后要把年轻人 带到教会 其实更糟糕的 因为没有建立他们的思想 只有用一些 暂时的活动 鼓舞他们 给他们热心起来 但是你要知道 年轻人也会变老的 年轻人也会变成年人 成年人 然后又变老年人 对不对 他们也会一样经过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 真正现在 为这个年轻人祷告 那个就是教会 最后会走到的 有一些结果 所以教会 从我们儿童主日学开始 到青少年 到成年人 到乐林人 都要连接起来 然后每一个的服饰 都是要走出现有的框框 各位 所以各方面 各位你要去思想 今天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 每次崇拜 我们刚刚有敬拜赞美 对不对 比如说敬拜赞美 诗歌的献唱 会众的奇唱 怎么叫众人的心 转向神 将荣耀归给神 那一定 先有一些感动 来给带领者 要如何 那个突破 才能够接着来的 所以 有时候我们得着 这样新的感动 我们要明白说 这也不是一种凭空想象 感动是得着的 但是通常 有这些新的感动 临到我们的时候 是因为 我们一直在 忠心与神的呼召 忠心与神 托付我们的事情 比如说 你一直摸索 敬拜赞美的事情 你才能够在这个地方 有神的一个感动 就临到你 有新的看见 对不对 如果我们 比如说 一直在摸索 我们主日学 每次都为主日学 孩童们祷告的时候 那一直观察孩子 那你才会 慢慢 对这个事工 有得到新的感动 那知道孩子们 又怎样用新的教材 也新的一些教学法 更好的教学法 各方面 对不对 你一定要摸 那个事工的 当你在摸索一件事情 尤其是圣工 主托付你的事 那新的感动 一直出现 所以当牧师 去宣教的时候 各位 不是看 牧师为什么有这样的 其实我也是受圣灵引导 在摸索 回应主的呼召 摸索 主托付我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看见 这个地方 需要有教会建立起来 还有新的传道人要起来 各位明白吗 所以当我们 在主托付我们的事上 一直的忠心 一直的寻求恩惠的时候 新的感动就会领到你 那我们年轻人 做工的时候 其实你八个小时 做工 你会发现 如果你得过且过 你不会有突破的 这也一样的 因为神 关注我们的福士 也关注我们的全人 对不对 每一件细节 我们每一个时光 都是荣耀主 包括你在这个世界 做工的事情 那你很好的摸索 靠主与主同行 寻求恩惠的时候 你在你的工作上 就会有突破的 有新的一个灵感来的时候 你怎么做事 然后你会显出慢慢 你跟一般的员工 与众不同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基督徒 不敏感的事情 你看彼得 你们说 彼得 他现在一直在传福音 从耶路撒冷 犹太 撒玛利亚 然后这个当中 一直求恩惠突破 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们读到什么 他在一个 削皮匠的 叫西门的 一个门徒的家 就是住着 所以一般犹太人 都抗拒的 他为了福音的缘故 开始有突破 不抗拒了 到了时候 神就把 向外邦人 传福音的意象 给他 那其实 这个的意念 早在神里面 已经都有了 但是什么时候 成为我们心中的感动呢 那就是当我们 忠心在神 托付我们的事 然后不断地寻求恩惠 是神会赐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一起来读 那《使徒行传》第十章 十章我们一起看 我们分享到 十章第八节 那那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哥尼流已经拆派人 去找 到约帕去找彼得 然后第九节 十章九节 这里我们继续读 我想必各位 今天已经来之前读了 所以今天是要读 九节到二十三节 但是我们一节一节 来思想神的话 九节这里说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近那城 彼得约在武镇 上房顶去祷告 各位有发现吗 在这里马上就知道 彼得是有祷告生活的 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非常 亲近主的仆人 哥尼流也是一个 我们看到之前介绍他 他是常常祷告神 那彼得也是 所以这样的时候 他们两人就产生了关系 就是神所带来的 对不对 一个是要听福音 一个是要传福音 主一定叫他们遇见 一定遇见 那一个人要追求世界 一个人要传天上的事 他们无论怎样一百年都不会遇见 这是人很奇妙的一种 神所带来的一种遇见 人的相遇 自同道合的人 一定会遇见 然后我们继续看 彼得祷告的时候 觉得饿了 想要吃 这句话很奇妙 我就说 曾经记载这个的时候 我也去思想 彼得在祷告 通常我们祷告 怎么会饿 所以很奇妙 彼得饿了 想要吃 所以他肉身的一个饥饿里面 也有圣灵的带领 有时候我们肉身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很自动会寻所 有些肉身的满足 我们人都有一个肉身的需要 吃的 喝的 嫁娶的 生育的 这是我们人肉身的需要 但是你要知道 对属灵人来讲 有时我们肉身的需要 来的时候 神反而是用 天上的异象 属灵的异象 来填饱我们 这是 当然对属肉的人行不通的 没有办法 肚子饿了 就是一定要吃了 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但是各位 我们真的明白 神有时候在属灵人身上 做了有些很奇妙的事情 你们知道 最美好的榜样 就是我们主耶稣了 有一次他非常饿的时候 非常疲累的时候 坐在井旁 然后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就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 各位记得吗 门徒就买了食物 回来看到主的时候 主啊 请吃 主这么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通常人饿的时候 是马上吃了 还有一个脚倒出来 门徒很奇妙 难道有人给他东西吃吗 主说什么 我的食物是什么 我的食物就是 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这句话也是非常非常属灵 对不对 我们肉身的恶 但是这个里面 如果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遵行了他的旨意 心里面那个喜乐满足 被圣灵充满的那种丰盛 其实远远胜于 我们就填饱肉身的肚子的 各位我们理解吗 所以这些 所以有时候 属灵人为什么能够克服 有一些肉身的需要 并不是他们特别的 比一般的人很不一样 很强壮不是什么东西 其实你要明白 属灵的东西 胜过万事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出的 每一句话语 对不对 所以属灵人有时候 在面对 比如说 人生里面的问题 肉身的需要 也是有嫁娶的需要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有 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承受呢 因为他们在遵行神的旨意 这些很重要的 我们有时候不太习惯满足 以这样来满足肉身的需要 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 遵行神旨意 灵里面的风神 就是一点累 受不了 一点饿发脾气 对不对 我们常常习惯这样的 我们有时候 我说我们该跟从服侍主的人 有时候自己也面对 有时候家里面 有一些不顺心的事 工作上有一些不顺利的事 这也是有的 但是属灵人是把这些东西 带到祷告的时候 反而神是 把又大又难的事情 向他显明 各位明白吗 刚好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这几个字里面 我们此处行战 不是单单讲故事 你们一定要确认 每一个细节的发生 跟人的心灵 里面跟神的关系 然后跟下面 神的引导出来的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各位都要确认 不然的话 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你就以为 这个书信是只有给宣教师 你要去非洲 为神传福音的人 才读的这种 绝对不是 各位这是我们信徒都要读的 我们一起明白 主的旨意 我们一起看 那彼得他就祷告的时候 饿了 想要吃 那家的人 正在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浑游向外了 所以他看到有一些异象 在这里 十一节 我们看 十一节 他看见天开了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细着视角 坠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处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 一起读 彼得起来宰了吃 各位 这些食物我们都知道 这是犹太人不能吃的 我们叫non-kosher food 犹太人只吃kosher kosher就是犹太人的一个教规所定的 能饮用的食物 这也就是跟着旧约圣经里面 有一些食物是神许可 祂的殖民 有些不许可吃 所以在旧约律法里面 神视为那些不洁净的食物 祂禁止祂圣洁的百姓吃这些食物 所以我们会懂 犹太人的整个食物 是很简单的 就是胡椒饼 牛油乳绕 鲜奶 就很简单的 我们华人吃三真海味 鸭肉 猪肉 龙虾 什么steam ray 有时候吃腻了之后 猴子的脑也拿来吃 奇怪的 华人是真的要满足这个食欲的东西 所以这些吃的广告 一看的时候就流口水 天天旅行就早吃的 每次就这样 各位 犹太人不要 各位 顺便说 有时候你不要这么满足肉身 过度满足肉身也不好 有时候我们也蒙恩的人 大概吃了 饱了就够了 就是这样 你不会伤害身体 已经饱了 看到好吃 装啊装啊 你的身体不能承受的 但是我们讲回来 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不在这边 那现在我们讲回去 神给以色列民区分食物 是为什么 在旧约 我是说 旧约给他们区分食物 是要给他们一个 洁净和不洁净的观念 所以不洁净的民族 什么都吃 什么食物都放在自己的口 所以你们懂 你放在口 你吃什么 你就是什么 对不对 人家英文每次说 你就是什么你吃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 华人你看 我们吃猪肉 就要追尽着 猪肉 猪肉 那个猪在泥潭转来转去 然后那些肮脏的人 土的什么动物 死的东西都拿来吃 吃了 然后我们看到猪肉拿去烤 然后吃 多么好吃 肮脏的都是很好吃的 都是这样 所以 神说 这个 不洁净 不吃 然后圣洁的子民 连吃什么 都是要分别为圣 这是旧约 这个旧约的很重要的观念 一个圣洁 跟不圣洁的观念 但是现在 基督已经来了 我们已经 被祂的宝血洗净了 所以你的生命是圣洁 在祂里面是圣洁了 所以你吃什么都圣洁 所以你的生命不圣洁 你吃什么都不圣洁 而主耶稣也说 所以入口的 不能叫人误会 乃是从你的心里面出来 从口出来的话 对不对 从心里面 从口出来的 那个 才是显出你的不圣洁 所以 我们的良心 已经被主的宝血洗涕了 我们知道 主已经洁净我们 所以这一点 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 神在这里 就这样的吩咐 彼得吃的时候 彼得宰了吃 但是这里 神要说的是什么 神其实要彼得明白 神救赎的计划 就是要将福音 从犹太人 传到外邦人当中 使外邦人在基督里得以洁净 所以 神要彼得 接纳外邦人 甚至走进 甚至走进外邦人的家 然后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知道 当我们 不能接受某一些的民族 或者不能接受某一种人 有些人有某一种个性 某一种软弱 我不能接受他的时候 这个就会无形当中成为你向他传福音的障碍 有时候我们个人的成见 会成为我们向人传福音的一种很大的障碍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只有彼得的问题 有时今天也是我们的一些问题 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要打破彼得的观念 就先给他看这个不洁净的动物的异象 然后叫他吃 那这个事情我们继续看 彼得却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熟物 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从这里我们也会知道 彼得他有一个固有的观念 这是彼得他 其实第二次告诉主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对不对 你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跟彼得说 我要被交在长老 祭司 文士手中 然后甚至要被杀 第三天复活 那这是讲的时候 彼得马上 主啊 这是不可发生在你身上 不可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彼得很多这个先入为主 那这些东西常常成为了 我们也是一样很容易会阻挡我们 不明白主的心意的一些因素 所以我们看 如果我们有圣经 你们看彼得的回应 跟哥尼流 天使向哥尼流写明的时候 十章四节你看 天使向哥尼流写明的时候 哥尼流 哥尼流定睛看他 说什么 惊怕的说 主啊 什么事 所以哥尼流的反应是 主啊 什么事 彼得的反应是 主啊 这不可 对不对 各位 所以有时我们也会看到 在这个方面 反而哥尼流更懂得向神回应 当然这个里面也有 彼得他固有的一些犹太思想 还没有打破 所以我们也明白说 我们固有的一些思想 是不是从圣经来的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直抓住 有一天你就会发现 那些思想 不管是你对神 或者对自己 对自己的人生 对家庭 对孩子要怎么教育 对钱要怎么用 这些东西都会阻挡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然后我们 有一些固有的思想 甚至阻挡我们交会前进 也会有的 我们把神放在一个箱子里面 然后神一定是这样的 也没有去多想 就是这样维持 这样带着教会走 这是不行 神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的 神要借着一个彼得 来这样 成就他伟大的事也可以 神不用用彼得 不用使徒 用一个执事 非力执事也可以 对不对 神甚至也可以用一个 被殉道的尸体反 他就这样死了 但是他的殉道 又带来了 门徒被分散传福音 所以神可以用各种的途径 来成就他的事情 但是神要人的心 跟从 明白 跟从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十五节 我们继续看 第二次 有声音又问他说 向他说 对不起 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属 神所洁净的 所以这句话 你就感觉到 神有绝对的主权 神要洁净的人 神也借着他的途径 来洁净他们 那你不可说 这是不洁净的 明白吗 所以我们没有想象的 有一些人能够信 有一些教会 能够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 有一些突破 我们没有想象的 对不对 这是神要做的 这个神的主权 这里很清楚地讲 然后第十六节 然后这样 一连三次 三次那物 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所以三次下来 这样跟教他吃 不可 不可 对不对 神洁净的 你不可 说不洁净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三次 所以这个三次是一个信息 三次是一个强调 要给他 所以主 主与彼得说话 特别 每次要使他明白一些事情 都是讲三次 你没有发现 三次彼得你爱我吗 你喂养我的养 喂养我的养 三次跟他讲 所以这是彼得的迟钝吗 可能也是 但是这里面也有神的强调 神的强调 所以我们晓得 神向我们强调某些的事 使我们改观 有时不会就一次说 神有好几次 然后还会怎样 不但感动我们 还会带给我们外在的一些印证 所以下面你就看到 有些外在的印证出现了 十七节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所以他在想这件事情 我们也这样寻求神的旨意 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格尼流所猜的人 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外 喊着问 有称呼彼得的西门 住在这里没有 各位 从这里我们又晓得 神不但给人内在的印象 神也给人外在的明证 外在的明证 通常有些人说 我有印象要做这个事 要去宣教 到某一个地方 那你问 你有没有外在的明证 你遇到谁 你遇到什么情报 有没有什么明证呢 所以有时候人如果自己凭空想象 没有外在的明证呢 这是不是自己个人的意思呢 所以我们也要问这些东西 所以神给人感动的时候 一定接下来有随着外在的明证 所以异象的东西我们可以说 也不是太过的主观化的 不是太过的主观化 我们要懂得寻求外在的明证 有些人每次说 我说我也要做传道人 我有感动 我心里有感动 那OK 那你先带一个小组 你先向人传福音 带领小组的时候 你能够聚集人吗 人喜欢你讲得到吗 人能够被你牧养吗 那这是外在的明证 你一定要一起寻求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心里的一种喜悦 有时候成为我们的一种 我们说这是神的感动 但是你一定要寻求神的意思的 十九节我们看 继续看彼得还思想 所以还是继续地揣摩 神放在他心中的事情 他就思想那异象的时候 圣灵向他说 所以圣灵能的时候 很直接的 就是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 这里三个人起来 下去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拆他们来的 所以这里 我就读的时候 我的感动是 这里圣灵很明确地带领 很明确 你看十九节 他拆一只事 圣灵向他说 有三人来找你 起来下去 跟他们同 这些好像神事先又跟你留讲 然后又跟彼得讲 现在人来了又在跟彼得讲 对不对 那个发生的事情 跟那个时间的先后 就是这么细密的 也记载 不快不慢 所以这就是神印证 他给彼得的一个感动 不是凭空想象 然后这里二十节有一句话 主说你跟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有些翻译版本是 don't doubt 但是有一些翻译版本 写的是 make no distinction make no distinction 这个意思就是不要做任何的区别 不要做任何的区别 与其不要疑惑 不要 那个翻译的时候 不要做任何的区别 指的就是 可能要跟彼得说 不需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做出一些不必要的区别 所以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各位会看见什么 各位看见 这之前的意向已经挑战了彼得 对洁净和不洁净的传统观念 现在圣灵又告诉他 不要在洁净和不洁净的人中间做出区别 这个区别之心 我在说 是一个传福音的障碍来的 我们有时候连在教会也是 分你 我 你是怎样的 我是怎样的 我们的文化背景是怎样 你是哪一国来的 你是中国人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是马来西亚人 你是新加坡人 什么这些 所以你不了解 我不懂我 什么这些话 我以前每次到中国去的时候 我就学他们讲话 中国人很喜欢说 你懂我 中国人说你懂我 喜欢你 懂我 他不懂我 不懂我 懂不懂 我们都是人 都是 所以 我们一直在找懂我们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说 人真的需要这种共鸣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 去到一个地方 跟一群人在一起 我们自己心里面还是有那个障碍 对不对 有一种区分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的 你一定记得 人这种民族之心 种族之心 文化之心 是人很自然的心态来的 如果这方面我们怀着一种 好像还有一种对人的歧视 或者自我优越之心 这个一定会成为传风的一个障碍 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 对不对 他说无论是希腊人 无论是话外人 话外人就是野蛮人 对不对 希腊人非常的优雅 或者是话外人 或者是聪明的人 或者愚拙的人 愚拙怎么讲他都听不懂 有些人就是很固执 愚拙 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 对不对 我都欠他们的债 这个福音的债 你认识福音到什么地步 到你有像各种人 有一种欠债之心 那时候你就不会把 他们的什么文化水平 他们的个性 他们的为人 他们的软弱看得很重 你们有没有发现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区分 并不是什么不同种族的人 有时候是他的个性跟我不一样 这个人跟我不一样 我们每次这样讲 对不对 那当然了 神照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也要明白 个性 有时候我们讲 我不喜欢这个人的个性 但这句话是错的 因为个性是中性的 这是神给人的 每一个人的个性 都不一样才对的 全世界有七亿个人 对不对 七十亿个人 你说我们 其实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 正确来讲 我们不喜欢人的罪性才对的 所以个性是中性的 比如说你快性子 这个是一种个性 对不对 慢性子也是个性 快性子 好啊 你没有快性子 东西没有做成的 你明白吗 每个人都慢慢来 不行 对不对 那慢性子也好 稳重 对不对 但是这个快性子加上罪性的时候 就来得冲你 对不对 使唤你 你不喜欢 慢性子加上罪性的时候 就怎样 懒惰 整天刷手机 什么都不做 所以你就感觉 所以人是 有福音的人 就看人会懂 其实这个人 他认识了福音 罪性得到解决的时候 你感觉其实他这样的个性 也是一种美 对不对 全世界每个人都一样的话 有什么滋味 对不对 连鸟都有很多鸟类 对不对 不一样 人当然是多种才是的 不一样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讲回来 无论怎样的人 我们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保罗说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有没有 这是一个认识福音的人 他对人的一种心态来 对人类的一种 一种接纳之心 在他里面 你怀着这样的心境的话 你就是天国人 天国人 福音人 我们继续看下去 21节 于是彼得 下去见那些人说 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 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我想彼得一定很惊讶 因为他看到三个外邦人 两个佣人 一个兵丁 对不对 罗马百夫长猜来的 你看前面就知道了 然后22节这里 我们继续 要读完 他们说 百夫长 戈尼留 他们介绍 我们的主人 戈尼留是个义人 敬畏神 为犹太通国所称赞 他蒙一位圣天使所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去 听你的话 所以 这不认为怎么介绍 戈尼留 所以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他在神面前 他是怎样的人 他是个义人 是敬畏神的人 然后第二 他在人面前是怎样的人 他说 在犹太通国所称赞 就是犹太人都敬重的 一个百夫长 所以我们会看见 这里有两样特质 对不对 一个是 人像神 还有另一个 人像人 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是怎样的人 通常我们看人都是 这两方面要很平衡 要很平衡 怎么说 如果一个人说 他是很义人 很敬畏神 常常祷告 这个是讲到什么 这个是讲到他的内在 生命 但是他在人面前 没有什么服事 没有什么表现 没有什么爱心的名正 对不对 这个为人的付出 这些没有的时候 然后但是他自己 个人常常很敬虔 这样 可能敬拜神的样子 常常很敬虔祷告 也不知道他祷告什么 各位这样的人 他就多偏向 那个内在 生命 内在 他少了一些 客观的名正 我们说客观的名正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个人 他里面跟神的交通里面 带出来他的善行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通常我看人 是一定看这两样东西 对不对 当然内在的东西 我暂时看不到 但是慢慢久而久之了 他的想法 他的追求 他的渴望 他的心态 他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遇到软弱的人的时候 他的表现 你不要讲你祷告这么多 有一些软弱的人 你就不耐烦 还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内在 所以一定要有外在 客观的名正 如果一个人 常常很外在 常常帮助人 爱人 行善 但是他少了 这些内在生命 跟神之间的交通 敬畏 这些 你会发现 他外面做到一个地步 他没有能力 里面的能力支撑他 所以很多人 就是好像 侍奉主的时候 我看跑一百米 这样 然后就搬这一辆 很快乐 就是 有一些新的事工 新人来 就呆呆呆呆 然后一下子 受伤 他没有里面的生命 能够承受人的软弱 没有里面的生命 能够 能够 看一件事情 看得客观 然后做服饰 能够做得长远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也是里面的问题 眼光的 心肠的问题 其实这个两样东西 你看的时候 一个人很平衡 他是一个艺人 他敬畏神 常常祷告神 但是他也是常常 周记帮助万人 帮助很多旁边的人 人都感激他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这样的人 神预备了 然后天使就指示他 去找彼得 所以彼得 第23节 彼得就 请他们 进去 住了一宿 所以你看 彼得慢慢 开通了 把外邦人 请去他家 做客 然后赤日 起身和他们 同去 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 也同着去 跟着去一起 做见证了 所以不但 彼得一个人说 罢了 他有一些名证 所以你会看得到 有人 为他会做见证 之后他需要到 耶路撒冷 因为面对有一些 奉歌里的人 就指控他 为什么你到 外邦人的家去 那个时候 他就会做出 很重要的一个 见证跟解释 所以我们 今天就讲到这边 但是我们总结来说 很简单 在福音传到 外邦中 这件历史性的事情 圣经是 很细密地记载 这一块 为什么 圣经一定有目的的 第一是什么 你看到 今天这一段 第一 神的目的 为什么这么细密地记载 一定是要说明 这是神自己 要成就的事 所以我们的神 不但是将福音设计 然后成全福音 对不对 然后这个福音 怎么一直传到外邦 送出去 从耶路撒冷 一直到外邦的 那个事情 这也是神做的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就讲 神成就了十字架的福音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传 努力地传 拼命地传 好像变成你在做 神在天上休息 不是 这是神自己设计的 成全的福音 然后祂现在 要把福音带到外邦 这是神的热心 要做的事 有时候 我们把传福音的东西 好像当作是一种运动 全球化运动 就是这样 全国运动 这种运动性的东西 我是不喜欢 其实你运动性的东西 就是你好像召集人 成为一种士气 大家都一起被motivated 这样做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这样 盲目地这样做 他们心里面明白福音多少 他们真的听到 圣灵的感动是多清楚 有时候凭着自己的热心 要做什么 反而阻挡神的工作 所以福音的工作 福音本身是神圣 怎么传出去 也是神圣的工作来的 各位会先要明白 这个地方不明白的人 就会发现 因传福音来吵架 因传福音来阻挡福音的工作 所以很多的教会里面 做的那些人数运动 为什么会伤害到弟兄姐妹 因为不是很清楚 出自圣灵的一个感动 好像一种运动性的 运动性 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来 他要怎么认识福音 明白福音 心里被感动 被激动 然后慢慢愿意要 愿意要传 对不对 被圣灵感动来传 这个事情 教会没有把这个东西带出来 讲解得很清楚 就一种运动性的 传福音运动 这样做 这不是神的心 你要知道 这是神自己的热心 要成就的事 祂是主动者 祂是主动者 所以祂会把这个传福音的感动 放在祂仆人心中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祂放在彼得心中 对不对 放在彼得的心中 为什么 这是第一 当然 主曾经应许彼得 天国的钥匙赐给你 对不对 你们要记得 赐给所有信基督之人 天国的钥匙 所以彼得他得着天国的钥匙 先怎样 在耶路撒冷打开天门 对不对 那个钥匙 所以福音 从他口中所传的福音 就是天国的钥匙 所以耶路撒冷 有三千个人信住 然后继续他用这个天国的钥匙 到犹太去 撒玛利亚去 然后现在在外邦世界去 这个不是一种凭空想象 我一直说 彼得是继续正在做 神叫他做的事情 继续在传扬福音当中 这个外邦 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意象 才临到他 所以请大家记住 牧师今天一直说的 你忠于主托付你的使命 有一直摸索主交托你的施工 有新的意象 看见会来的 记住 神家的事 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忠心的做 到一个时候一定有突破的 不管哪一个施工都好 录制也好 敬拜在美 主日学也好 招待也好 各方面教会的各种事物也好 连我们教会现在装修也好 对不对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神怎么带动这个教会 这样走着走着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去 又有使命来 对不对 这些都是神正在带领他的仆人们 做的事情 所以 神家的事 摸索 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得摸神的嗓子 第三 最后 有时候 神感动我们做的事 你要记得 唯一阻挡的就是我们自己 这些先入唯一阻的一种想法 使我们没有办法向神回应 神 赐下感动之后 请大家懂得寻找明证 神一步一步很实际的引导 神不是一个隐藏的神 神对一个常与神同行的人 像彼得 正在成就主的使命 主给他的使命 也常常与主祷告交通的人 其实 神不向他隐藏的 到了时候就 很明确的 有写明给他 所以感谢主 神的福音继续这样传到地级的时候 神继续赐下新的意象 给他的仆人们 将福音继续带入新的领域 盼望我们的教会 恩上加恩 一年复一年的时候 我们能够忠于主的托付 然后把主的工作 做得尽善尽美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用你的话语这样勉励我们 使我们看见 主在你仆人身上 所做的伟大的工作 这是你赐下的感动 然后把福音这样的 一直传到地级 主 整个新约教会两千年 我们都看见 主 这是你的热心 所成就的事 主 你应许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末期才来到 所以主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有 我们每天要做的事 但是也有我们 人生里面终必要成就的事 主 让我们知道 你的国和你的义 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 这一切会加给我们 所以我们一天一天的难处 主会为我们担当 所以主 我们今天 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 是怎么带领你的仆人 我们也愿意 主 今天我们 首先我们对 在传福音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主要我们拿下 我们心中的一些障碍 尤其是我们 因为我们还不明白福音 所以我们对人有障碍 求主在这个地方拿掉 使我们能够 伸出那个 现在之心 对人的灵魂有负担 然后另外 主也教我们 忠心在主 托付我们每天的事物 每周的服事 然后在这些当中 我们继续寻求突破 求主帮助我们众人 我们感谢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